在伊朗外长扎里夫发言后不久 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甘茨 也在17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了言 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 对伊朗强硬政策表示的支持 今年4月 以色列将举行大选 甘茨被认为是现任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他说尽管在许多问题上 他与内塔尼亚胡都有分歧 但在对伊朗政策上 以色列国内无论是左翼右翼 或者反对派都支持对伊朗保持强硬 甘茨说 以色列绝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他还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比作1938年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 与纳粹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 President Rouhani 不过内塔尼亚胡似乎对甘茨的支持并不领情 他在17号的内阁会议上说 作为以色列总理 是他在与伊朗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而现在有人在顺势搭便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茨延